大家好,欢迎收听民间故事,听有鬼事,包米地里的人行怪 这个故事听我妈妈给我讲的,说是她小时候啊,同村一个身材不高的老婆婆身上发生的事 有好多年了,那是一年的夏天,农村每家每户田里都会种着很多的古物 老婆婆占有一个儿子,名叫强子,生的是一米九的大高个儿,身材魁梧 娘儿俩呢,相依为命,家里有着好几亩的包米地,平时啊,也没什么经济来源 只能等秋后收成换了钱,才有口饱饭吃 但也害怕有人去偷,或者被鸟捉了 对了,还要说一下 他们的家呀,距离田地有些远,大概六起里路的样子 为了看包米地,娘儿俩呢,每天轮流着回家做饭吃,然后换对方回去 因为老婆婆身材瘦小,个子不高,为了方便她看田啊 儿子就在地头搭了一个两三米高的小平台 可以坐在上面,能看得到包米地的任何风吹草动 晚上呢,是儿子在田里树叶,出事的那天啊,是中午 老婆婆跟平常一样,来换儿子回家吃饭 自己啊,就坐在了搭的小平台上 看着一大片半青半黄的包米地 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的左右摇摆着 虽然天气正直炎热 但天空有许多云彩遮住了太阳 一时间呢,光线有些阴暗,再加上有风 老婆婆感觉到了些许的凉意袭来 就在这时,老婆婆发现了异样 在包米地里,距离自己不到十米的一小片地方 有很大的踪静 像是有人在那里来回活动 弄得包米杆不停的沙沙作响 老婆婆以为是有人在偷包米 就从小平台上慢慢的爬了下来 想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偷 老婆婆步子很轻缓地朝那边走去 边走还在边想,儿子应该也快来了 老婆婆往前走了大概有六七米 突然眼前出现的一幕 把她吓得差点跌坐在地上 死之不停地颤抖 看到的竟是一个小孩子模样的怪物 可是她的双眼却不是人类的长相 而是上下的 手里还抓着一只被撕咬的血肉模糊的兔子 就在此时,这个怪物也注意到了老婆婆 手猛地甩还抓着的兔子 口中发出一阵阴沉刺耳的怪叫声 就要扑过来 伸手刷向老婆婆 老婆婆整个魂都要飞了 拼了命地往回狂奔 但是因为老婆婆不高 步子也小,跑不快 还好这时老婆婆听到了强子的喊声 她也不停地喊着儿子的名字 强子!强子! 强子也听到了母亲的呼喊 冲进了包米地 没跑几步就看到了母亲 老婆婆也看到了强子 但因为受了惊吓 又一路狂奔,劳累过度 就昏倒在了强子身边 强子把母亲背回家后 老婆婆就病了 强子是非常生气 于是就扎着农村那种 放羊人用的很长的鞭子 到田里对着包米地又打又骂 鞭子的响声 在空旷的田地上空 不停地回答 他想把怪物找出来 但忘了忘自家的包米地 还是忍了回去 回去后 强子在自家供奉的菩萨面前 祈求保佑母亲平安 不知道是因为怪物被强子 凶恶的气势吓到了 还是有神灵保佑 没多久 老婆婆的病就好了 感谢喜欢悠哉独自在 分享的故事 就是不在人类认知范围的物 有很多 我们这儿有一句老话 就是传下来了 就是牛生麒麟 猪生笨 就是牛可能会生麒麟 但猪可能会生笨 笨呢 就是一只眼睛的猪 但是这种东西啊 会把他所生的这个同胞 他的兄弟 或者姐妹啥的 都会吃掉 猪生出来的一只眼的这个 剑道伯 尖尖的嘴巴 但是活不时间长 牛生麒麟这个 真没见过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阿浩 咱们下期再见